欢迎回到北凡大探索 在基隆七肚工业区 有一家泰式小吃店 老板邝赛勤 从小在泰国长大 十多年前嫁来了台湾 开了一家小吃店 把怀念的家乡味跟在地人来分享 他说自己对料理的坚持就是 口味一定要到底 像这道打抛猪肉 他说一定要用打抛叶下去炒 不用九层塔来替代 炒出来的打抛猪肉 才会香气诱人而且非常下饭 另外还有这道冬粉虾堡 因为加了奶油 让冬粉带有淡淡的奶香 口感很Q弹 吃起来相当够味 它的菜都非常的道地 每一样的用材都很新鲜 吃东西就好像我们在台湾什么 吃加香菜的感觉 这边就好像回到泰国家里 吃饭的那种温馨的感觉 没有华丽的装潢 简单的朴实小店 端上桌的全是泰国常见的家常菜 因为老板邝赛勤在泰国出身长大 十多年前嫁到台湾 饮食的差异让他很不习惯 下过来以后我有时候有空就会到 不同的泰国小吃店啊 什么餐厅啊去吃 吃了他们都 吃到很多都有些就已经改良了 我吃了一口我就知道已经不对了 可是我 然后怎么办 我要去吃也是比较困难 要等先生有空才会带我去 后来我想一想 我干脆自己来开就好了 框赛勤做起从小吃到大的打抛猪肉 调味用料都很道地 这一道菜是泰国家家户户都会自己炒来吃的 蒜头辣椒爆香了以后再把角度下去炒 炒得差不多快要熟了 再把那个菜豆切成丁丁的 把它放下去一起炒 讲求传统口味一定得用打抛叶 我的口味我很坚持 我做事情很坚持 有的地方他会用九层塔去代替 但是我是在泰国出生的人 你用九层塔代替我一吃我就知道了 坚持不走味的打抛猪肉 软Q的肉末 加上爽脆的菜豆 口感更加丰富 咸香微辣好下饭 让人多爬了好几碗饭 它的口味跟口感来讲非常适中 非常下饭 因为不会太过的油腻 另外冬粉虾堡也是老板娘念念不忘的家乡菜 在泰国我去餐厅吃 我很喜欢点这道菜 虾堡用姜片 蒜头 葱段 酱油 蚝油 然后胡椒粉 奶油 就这样子而已 这些东西都切好了 然后跟冬粉一起拌 然后又稍微把它按摩 抓来抓去让它有一点入味了这样子 慢慢的微煮 充满鲜甜味的冬粉虾堡 虾子占据了整个碗面 光看就让人垂涎欲滴 虾子够鲜 相当Q弹 冬粉有着淡淡奶香 不会煮得过于软烂 它那个冬粉充满弹性 吸满酱汁 非常的好入口 软硬适中 邝赛勤拥有一身好厨艺 其实跟她的成长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父亲是流落泰北的孤君 身为长女的她 得肩负照顾八个弟妹的责任 对 我们在泰国的生活很苦 因为我们在泰国那时候 小的时候我们等于是没有身份的人 就是没有身份 没有国籍的人 所以父母亲去种地 就是去做一些农作业 我是姐姐 我就要煮菜饭给弟弟妹妹吃 下课后 除了念书还得打理家务 负责长厨 她却不觉得累 还从中培养出兴趣 我是很喜欢煮 我去餐厅吃到哪一道我喜欢的菜 我就会回家去买那个材料 我边吃就边看她有饭怎么 然后我就回家买材料回去煮 煮第一次不成功 我吃吃吃跟餐厅的差别太大 我就停掉了 然后我再煮第二次 第二次不成功 第三次 第四次 我就是慢慢煮 煮到还煮不出来 我改天再去他们家吃一次 再回来煮 就把那个味道煮出来了 才会停止 慢慢地尝试练习 做出来的红咖喱野奶鸡 鸡肉吸附野奶的香气 味道不会太过呛辣 鲁鱼下锅油炸 这道酥脆瀑布鱼得仔细拿捏火候 瀑布鱼是因为我是直接用泰鱼把它翻译过来的 就是感觉说你在那个 你到有瀑布的地方去野餐 坐在那边吃一些 就是很开胃的东西这样吃了很开心的感觉 淋上的酱料也是自己调配 那酱汁我是用泰国进口的一种水果 叫螺腕子 还有加鱼露 就是还有棕榈糖 再切那个红葱头 葱花 辣椒 均匀裹上酱汁的酥脆瀑布鱼 外皮炸到香酥 鱼肉软嫩细致 滋味酸甜 十分开胃 由于泰国气候炎热 菜色多半偏酸偏辣 旷塞勤的酸辣海鲜汤 口味重 吃来却很清爽 其中的香料是有蓝姜 香茅 柠檬叶 绣蒸菇 是有虾 蛤蜊 还有鱿鱼 料多丰富的酸辣海鲜汤 微酸微甜的汤头 不会呛辣 虾肉口感爽脆 由于嫩中带点脆度 满满的好料 让人一口接着一口 到底的口味 让泰国华侨也能一解思乡情 很道地 很好吃 它手艺真的非常的好 超厉害的 能开这样不错 真的 好吃了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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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框赛勤 卖起泰式家常菜 和很多客人 慢慢变成朋友 因此认识许多 嫁到台湾的外籍配偶 他就会来跟我诉苦了 还是说他跟先生吵架了 什么什么 我就听一听 我就跟他分析给他听 你嘴巴就是少讲话一点什么 就退一步就没事了 小小的店面不止充满人情味 还是个泰式杂货店 很多东西台湾买不到 这些都是他记忆中的家伤味 这个椰子碎片是我们小的时候都 常常在吃的零食 所以我都会怀念 爸爸也会买给我们吃 有时候我们去上学的时候 也会到学校旁边附近去买椰子碎片 坎起儿时回忆 仍旧历历在目 让邝赛琴欣慰的是 现在的他不是单打独斗 还有两个妹妹相伴 每天一起工作 这个是我的二妹 她也是嫁过来这边的 这个五妹 她是先过来这边一亲 拿到台湾身份证 她再嫁给泰国人 很开心啊 我们姐妹到了台湾还可以相处在一起 对邝赛琴来说 经营泰式小吃店 传递的不只是美味 还有那一份家乡浓厚的人情滋味